我在莊鳳寧的過程中 陸陸續續有從高雄有從屏東的 有在地企業的 有年輕的有開貨運的 他來產地的時候 他就給我一個擁抱 然後跟我說 台灣加油 你們不能漏氣 我們永遠挺你 事實上他們每次走的時候 其實我很感動 因為他們每次走的時候 我都會流眼淚 2月26號那一天 事實上是有政府的長官打電話來問 你知不知道2月26號 就是3月1號中國大陸禁止 我說我現在跟你高雄 招生要處理大廚的 然後他說你沒有看報紙嗎 已經宣布 我以為是一個開玩笑 但是後來陸陸續續 那個晚上好多人打電話來 後來我就 就覺得那一天 特別爽 特別好睡 為什麼壓在心裡面 三年到五年的那種壓力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了解的 那到2月27號的時候 更感人的是就是說 我在這邊裝鳳梨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在考慮說 我的鳳梨縱使 沒有銷到中國大陸 但是我還是持續會去採收 我在裝鳳梨的過程中 陸陸續續 有從高雄 有從屏東的 有在地企業的 有年輕的 有開貨運的 他來產地的時候 他就給我一個擁抱 然後跟我說 台灣加油 你們不能漏氣 我們永遠挺你 其實那時候 我想說 怎麼會有人來買鳳梨 我還沒想到 接一 連二 連二 連三 事實上他們每次走的時候 其實我很感動 因為他們每次走的時候 我都會流眼淚 因為我們台灣的人 真的非常有感情 而且我也會持續堅持下去 把我們鳳梨的農業做好 因為我們農民 真的政府補助我們非常多 天災地變也補助我們 然後我們賣的農產品也免稅 所以說我們更有責任 把這個農產做得更好 那我也謝謝 這個真的 我在網路上 有很多企業 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我不認識的 他們都來問我說 你們好嗎 我很好 我跟大家講 我們真的很好 我們會努力 台灣加油